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唐政偉還有政偉辦公室的黃先生 我們在座的老師同仁同學們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台大社科院十幾週 這個星期五的一場壓軸的活動 我還是趁機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十幾週從去年開始辦 然後今年擴大舉辦特別謝謝 葛太寬老師 張登吉老師 他們兩位的這個籌劃 那我們在這個星期呢 從星期一開始到今天 每天都有很多精彩的這個活動 當然沒有最精彩只有更精彩 所以我們今天星期五 等於說是這週的最後一個 非常有亮點的一個活動 我們很榮幸請到唐政偉來跟我們做演講 那我想我就不多花這個時間 等一下我們的主持人謝啟隆老師 那會願意幫我們再做幾個介紹 不過再一次呢 謝謝政偉還有謝謝同學們的參與 對等一下請大家有願問問題 一定要問好問題 剛剛政偉說 在每個學校問的出來的這個風格 特色都不一樣 我們來讓政偉看看我們台達的特色 謝謝 不用問問題 謝謝 謝謝 政偉還有那個 然後那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那個新聞所的謝傑龍老師 這樣子 那就是說 院長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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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到來主持那個 這一場 這一場演講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介紹 討論這一個人 這樣子 對因為其實 對我來講 就是說我就開始問 因為我經常在看他的那個 就是 他的演講 現場演講 不管是上電視的 或者是說在各個學校的演講 那我就 就是 基本上對我來講 就是他是一個多重面貌的人 這樣子 就是 就是說 我問我太太啊 問誰啊 他們每一個人就說 我說 欸 卡鳳要來 你要問他什麼問題 你覺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然後每一個人想要問的問題 每一個人所瞄住的他都不太一樣 這樣子 所以我把它比喻為一個 就是 你就想嘛 就是說 大象這樣子 然後蝦子摸象 每一個人摸到一個部分 然後他是一隻大的大象 所以我就想像說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不過呢 所以我基本上 我本身的 背景是 computer size 這樣 只是說現在在 社區院服務 所以 其實我跟大家介紹 就比較容易看到那個 比方說他 15歲 創業 15歲創業 然後就是在 創立了我記得是 資訊人公司 然後他 Pro很強 這樣子 對Pro很強 然後就是長期參與 G0V的社群 然後最後就是說 有一些 跟政務啊 或者是有協助一些政務的事情 然後最後在35歲的時候 就 當了最年輕的那個 數位政務 這樣子 所以我基本上 我也是從我自己的角度去 看這樣子的 嘆諷 這樣子 不過 我可以看到說 每一個同學呢 你們在報名的時候 都說 很多人是寫說 慕名而來的 那我想你們自己 心目中也都有自己的 唐鳳 對你們都有自己 自己對他一個看法 那希望呢 今天你可以 更盡情的問 這樣 更盡情的問 然後去 了解你所 不知道他的部分 或者是說 了解你想要知道的一些問題 這樣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再次掌聲 歡迎唐鳳來跟我們演講 好 謝謝大家 那 我們 現在 1.5米 好 那口罩就拿下來了 大家 現在如果有 手機可以掃QR Code的話 可以掃 左上角這個QR Code 如果沒有手機的話 可以手中 建入slido.com 然後輸入508 就是今天日期簡號 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你掃QR Code 或者是用 建入slido.com 斜線508 的這個方式 都可以到同一個 這個空間 好 所以大家 就記得幫大家 彼此的問題按讚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課程是 一路會到2點10分 左右 那所以其實是一段 蠻長的時間 我們都知道說 要維持那麼長時間 注意力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就是請大家 就是隨時 偶爾回來想想 這堂課的時候 就可以在自己的手機上面 幫其他人的問題按讚 如果你希望你的問題 被別人按讚的話 現在就可以開始拉票 那票數越高的 越會跑到前面 我自己並沒有什麼要講的 就是要按照大家按讚 越高的 我就越先開始講 目前已經有56個問題了 想也知道不可能 到2點半的時候 2點20的時候 全部都講完 那所以如果票數不夠的 那就先說抱歉 那隨時如果你覺得 我回答的不夠道點 那想要追問 那你就可以追問 追問的問題 會跑到最底下 像現在是左官號正偉的母語 是不是誠實語言 右官號 我是不是一出生 就會說 好了 我有的一起床 就會出現開機的聲音 這些都是謠言 並不可信 對 那所以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有追問的問題的話 我就會先把它這樣子 highlight進來 然後我們就再把它回答掉 然後就會把它關掉 像這樣子 好 那所以大家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剛好手邊沒有任何 可以連線的設備 雖然機率大概是低過零 但是就是如果剛好大家 手邊沒有可以連線的設備 也可以舉手發問 那舉手發問的話 這支這個目前沒有在使用的 無線麥克風就可以遞給你 那我們也可以實際的去來 就是即時的交流這樣 那如果舉手發問的話 優先順序是高過在slido上面的 好 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有13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想請問IT的教育會給學生 帶來怎麼樣的影響 而且要如何改善 目前台灣的高等教育的問題 畢竟深學主義這樣這個觀念 已經是在我們的社會更深地固 有什麼方法 或者什麼政策 能夠讓接下來學生 能夠真正去探索自己想要的 而不是來盲從這個深學主義的制度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想IT教育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在做新課綱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運算思維 或者運算思考 computational thinking 按照就是一開始 Janet Wynne教授 我有一次跑去跟她對談 那她是提出computational thinking 這個人 那她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去想一個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把它想成善用運算 能夠有效的把這個問題解決的方式 這種規劃問題的方式 就叫computational thinking 所以這裡面特別在講 就是說去進行運算的 它不一定是逢扭曼式電腦 不一定是圖靈機 它也可以是量子電腦 也可以是就是各位周邊 被你們拉票的這些就是工人智慧 這些都是算在computation的裡面的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即使是圖靈模式 逢扭曼模式的電腦 它也有很多不同看世界的方法 大家可能知道城市設計的時候 如果你是函數式的語言 你就是把整個世界 想成一大堆大式化小小式化五的 一大堆小的函數把它全部接在一起 你只要描述世界的現況 它就會幫你求出解決方案來 那如果是物件導向的城市語言 你就會覺得說這個世界 充滿一大堆有能動性的agent 然後大家彼此之間互相發送訊息 然後就非常的有效的 就能夠模擬這個世界實際的運作 那這也是一套想法 那當然還有最古老的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的這樣子一種城市語言 所以即使是在Volumine Machine裡面 我們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思維 那同時掌握這幾種不同的思維 就是在掌握在這個世界上面 一個大的結構性問題出現的時候 社會上不同立場的人 有他們自己的擅長的思維方式 以及認知世界的方式 是怎麼樣像剛剛講的 大家一起摸大象一樣的 去了解這樣子一個大的結構性的問題 那掌握這個 我們叫做overview effect 一個綜觀的這個能力 就是computational thinking的一個重點 所以運算思維並不是像算盤一樣思考 像算盤一樣思考 就是不思考 而是說是確保說你要能夠有一個看到一個大問題 不被那個大的問題所迷惑或者是所恐懼 你不會感覺到不確定性 你會覺得說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運用某一種computational paradigm 某一種把問題分析分解的方法 開始把它大式化小小式化五 這樣子的去解決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恰當的運用運算思維的話 那對你的影響就是說對你來講 並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 只有你每一步可以怎麼樣去解決問題的 這樣子一個翻轉式的講法 那反過來講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受高等教育 或我們為什麼要在學術界去做出貢獻 做出研究 為什麼大家要玩archive 或者是玩impact factor 這也有人兩個都一起玩 那這兩個的情況下 就是去確保說你在解決的問題 不是只有你自己關心 而是有很多人都一起關心這個問題 這是學術社群的意義嘛 那學術社群本來就是以公開為原則 就是所謂的open innovation 但是在台灣的話 我們常常是以就是那個達成點 不是你的過程的公開 你過程認識了多少人 解決了多少社會的問題 或者環境的問題等等 當作你的measurement 而是你最後拿到什麼學位 什麼學歷或什麼東西 來當作那個KPI 那這樣這個KPI就一點都不可以 因為它並不是關鍵的那個部分 它充其量就是個PI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會錯過很多在過程裡面 你可以累積大家一起組隊打怪的 這樣一種competence 就是素養的這樣子的狀態 而會變成比較focus在特定的 就是不是很穩固的 就是把別人比下去的那樣子的一種能力 那那種能力其實是非常不穩固的 因為它是建立在相對的社會地位上面 不過這個大概是已經是耳熟能詳了 而且各位既然會坐在這邊 顯然就不是很care那些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說 升學術衣這件事情 在各位這一代 其實我覺得相對上已經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大家主要的挑戰是要怎麼樣 像長輩管理啊 就救我們的上一代啊 去這個說服他們說 其實現在社會真的是已經發展到 大家主要是要解決共同的社會問題 而主要不是把別人比下去的 這樣子一種新的價值的一種觀念 那你要怎麼樣子救救上一代呢 那當然很簡單的方式就是讓他們成為終身學習者啊 介紹他們也來這個參加你們的USR的課程啊 或者介紹他們去社區大學啊 或者介紹他們總是就是找點事情給他們做嘛 就是他們也很希望能夠有對社會有所貢獻 那如果他們能夠成為終身學習者的話 他就不會覺得說好像你在那邊斜槓 是不務正業 他就會發現說他自己也有很多想要斜槓的部分 在我們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面 最active 參與度最高的 其實就是十幾歲的朋友跟六十幾歲的朋友 這兩群人的特點就是時間都很多 那而且也比較關心下一代 因為一邊就是下一代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這雙方那個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就是跨世代的連帶 我覺得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多多去想說 這些長輩們他們有終身學習的經驗 他們有一些所謂地方學啊等等的這些知識 那越去跟他們去接觸 他們就可以變成你最大的助力 一起去說服各位的家長 可能大概四五十歲的這一代 去說不要用這麼這個線性的角度啊 來盲從我們現在這個體制 那我相信十幾歲的朋友 加六十幾歲的朋友的這個數量 是比終身代要來得多的啊 所以我覺得是就是前途一片光明 有九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身為一個社科院的學生 最困惑的莫過於畢業之後 如何將所學來投入實際的應用 尤其在這個幾乎所有事物 都跟電子資訊科技離不開的時代 單純的文科生似乎已經難以滿足時代的需求 因此要請問我說 對於資訊時代下面的文科生啊 有什麼建議啊 我在入閣之前 大概有六年的時間 都跟蘋果裡面的一個叫做Siri的團隊 彼此合作 那我們 我當時跟蘋果開始一起工作的時候 Siri還只會講英文 跟一點破破爛爛的西班牙文 那到我離開蘋果的時候 他就連上海話都差不多開始會講了 那所以這中間我們爭過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但是其實我們一直最缺的就是詩人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這個就是Cupertino 他們這個Siri Team的爭彩啊 都就是詩人 我們需要專業的用詩學來工作的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Siri它的設計 是如果它是你的手錶 或者你的手機 或者是你的HomePod的話 它其實只有你可能三秒鐘的注意力 你給它一個語音的 就是請求的時候 它想完再回答你的時間 其實你同時也在做別的事情 所以如何善用這三五秒鐘的這個時間 一下子就讓你知道說 它不但有聽懂 而且是有具體回應你的需求 以及它在接下來的追問 或者是你跟它有各種各樣的互動的時候 怎麼樣讓你知道說 它的注意力是全神關注放在你身上 而且只用聲音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其實是詩學的工作 那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隨著越來越多 大家在設計的時候 不是面對機器去設計 而是面對人去設計 面對大家實際互動的情境去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越需要所謂的傳統文科 或者是社會科 或甚至哲學等等的這些活動 因為我們在設計的 就不是單純只是一個人 他在播算盤的時候 這個算盤要多快地播出一個結果 那個所謂的計算機工程 現代的所謂的資訊工程幾乎沒有什麼 不是我們說以公民為中心 以人為中心等等的這樣一種設計思考 那當你到設計思考這個方向去想的時候 你前面的第一個Diamond 就是第一次的發散去把各種不同利害關係 對這個東西的想像 大概都互相矛盾了 總之你就是想辦法把它探索出來 然後以及去找到一個 一樣的就是How might we 我們要怎麼樣去定義一個 大家覺得共同是問題的這個問題 一開始這個Diamond的工作 並不需要你寫任何一行程式 也不需要你去做任何一個計算 你也不需要懂任何一個公式 他最大部分的工作就是我們在 就是Cultural Anthropology裡面 所說的就是Ethnography 就是跟人一起混對不對 就是撥感情 就是Hanging out 就是怎麼樣子在跟人一起混的過程裡面 去充分的理解到從他的角度 怎麼看世界 以及從那個過程裡面轉化出 你實際上能夠定義出的共同問題 跟共同的價值來 那這個工作完全是社會科跟文科的工作 這個工作沒有什麼是理科 就是面對機器的這部分工作 那我們隨著後面的第二個Diamond 就是你不斷的迭代 不斷的寫出新的產品 那這些新的產品跟服務 讓大家的使用者的需求進來之後 大家就會要求這些使用者的回應 能夠更快的進入前面的這個Feedback Loop 就是重新設計的這個循環裡面 甚至很多使用者 他也會提出一些很具體的建議 說如果你拋棄他一部分 證多財產權的話 那我也來想做二創啊做耿圖啊 不是耿圖啦 就是總之就是做我自己的版本的這個服務 那同樣的道理 這樣子他就變成你的共同設計者 那你要怎麼跟共同設計者維持關係呢 這個就是一個社群營造的工作 又是一個社會科跟文科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想越大規模的專案 你就越需要這些從詩人到這個社會組織者 到甚至是運動者的這樣子一些工作 那你越小規模的專案 如果你只是真的只是就是一個晶片 然後你希望它的就是散熱稍微這個更好一點 或者它的速度多個5% 那當然就不需要這個部分 那我想在台灣我們在產業鏈商的位置 已經越來越一向就是面對人 而不只是面對機器了 像Gogoro根本就是一家設計公司 它只是碰巧會做摩托車而已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想對於社會科跟文科的需求 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會越少 大家應該可以比較不用擔心 有六位朋友們想問說 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契機底下出國 然後以體制外的管道學習 這是兩個不同的發生的時間點了 我念了三個幼稚園六個小學 跟一年的國中 然後就載學了 從來沒有做過暑假作業 那因為就一直在轉學 所以基本上我並沒有所謂體制內的 這樣子一個感受 因為我每次都是好像到一個不同的學校 然後就是跟不同的人相處一年 然後就轉走了 那所以我第一次出國是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到德國去降讀他們的小學四年級 因為他們五年級就是中學了 那在德國那時候為什麼會去 是因為我的小學四年級是跳六年級 所以我到了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我沒有東西可以念 因為當時並沒有小學跳國中的 這樣子一種法律 所以大家那時候給我建議就是說 那我就在家裡自己混兩年 然後再去念國中吧 那我就覺得說這樣子很浪費時間 那剛好我爸那時候就跑去德國念博士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去陪他念博士 那他的博士的題目是 一個叫做天安門運動裡面的人際關係 就是那個學運裡面有哪些派系 然後那些派系之間怎麼樣彼此就是爭奪 或者是取得這個詮釋權 話語權等等 那他就是博士論文都寫了 但是最後沒有通過口試 因為他發現那個問題 隨著他越研究就越答 那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題目 對那但是因為當時他就跟他的 就是 subject 就是他的實驗 不是研究對象 就是整天就是透過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在那邊混就是播感情的那個方法去討論 所以我在德國的記憶 確實有很多是體制外的 就是跟一大堆流亡的 也是各位這個年紀的學生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回到天安門了 事實上都是已經是在黑名單上面 但是他們整天就是 除了完成他們的學業之外 就是在想說他們在天安門的時候 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以至於最後坦克車開進來等等 那所以他們就有非常非常多關於民主化的討論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啟蒙吧 就是說雖然那並不是台灣的事情 但是他們的這些作為 當然一方面影響了我們的野白河運動 二方面影響了柏林圍牆 事實上是在全世界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那二方面他們自己其實也在 按照他們當時正在學的理論化 想辦法知道自己當年到底幹了什麼 就是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們自己也非常想要知道 是一個反身性的思考 所以我覺得那個對我也有啟蒙的一個作用 那所以這個算是一種體制外的廣道 所以我後來在網路上面寫我的就是bio的時候 我常常都會寫一句說 Grew up among天安門 exiles 就是在天安門流亡者之間成長 因為那個對我來講 確實是我社會化很早的一個契機 有八位朋友有一個程序動議 說希望我講話慢一點 那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說 就是說這個是有直播的 有直播的意思也就是有錄影 有錄影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用0.75倍播放 那或者0.25倍播放也是可以的啦 所以我並不會講話慢一點 我可以講話慢個半點 大概是差不多現在這個速度 但是你要我在逗號有所停頓 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在字跟字之間有所停頓 是做不到的 那雖然我有答應 豆豪有所停頓 不是完全不參賽 七位朋友們說 面臨現金鼓吹上一號 斜槓青年下一號的風氣 想請問政委對於斜槓的看法 以及是否可能有五數五計的疑慮 或者應該嘗試專精 非常好的問題 我對我來講其實 因為我從小就是用想要解決的問題 來當作我的學習方向 我並沒有很管說那個問題 被歸類在哪一個學門 舉例來說 像我14歲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那基本上是想要解決一個 我自己的好奇 就是說為什麼在現實世界 大家都要先彼此見面吃飯 這個彼此之間稍微互相了解之後 才願意一起做一件事情 並且慢慢的彼此信任 那就是那時候家裡也都會跟小孩說 不要隨便上陌生人的車 不要隨便去住陌生人的家裡 但你現在如果用Uber或AMBNB 整天都在上陌生人的車 跟住陌生人的家裡 那所以就是說 網路它顯然改變了什麼事情 讓大家可以在上面素未謀面的人 只要就是一個hashtag正確了 你就好像對方是你最好的朋友一樣 的去相信他 然後一起做一大堆事情 然後最後才彼此見面認識 然後就很幻滅什麼什麼 有沒有就是說網友之間 就是他可以有一個快速的信任 這個信任是超過我們面對面的 信任的速度的 而且他的強度 本來以為是所謂的弱連結 但是事實上 當你真的開始一起做出一些事情 好比像說維基百科 開放截圖 Linux等等的這些事情出現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這個不是什麼弱連結 這是非常強的連結 那所以當然各位是數位遠神帶 這一套不用我來跟大家講 但是在當時全球諮詢網才剛發明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解釋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對這個東西非常的好奇 所以就挑了這個當作我的研究題目 可是當時沒有一門學說在描述這件事情 最靠近的就是像Costell's的資訊社會學 那也是在後面才寫出來 那或者是說我們說認知科學 或者是說我們說這種就是有點像是 那叫什麼Human Geography 就是人因地理學 然後你把網路當作一種地理空間等等 就是說你每一個現存的學門 你都要稍微凹一下 才能夠研究這個題目 所以對我來講就好像說 我有一個研究方向 那它旁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星座 那星座其實是任意的嘛 只是方便大家記憶而已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個方向旁邊那幾顆星星連在一起 應該是一個星座 但是在本來的學門的思維裡面 它事實上是分別屬於六七個不同的星座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被本來這些星座的名稱所迷惑 那你就會覺得說你正在斜槓 那但是事實上從我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是認定了想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從頭到尾都是單槓 並沒有什麼斜槓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種 以解決問題作為驅動 作為好奇的這樣子一種動力 我覺得就可以去破除掉 大家覺得說好像我正在斜槓的這種迷思 因為像Steve Jobs也常常說 他在為什麼推出麥正塔的時候 大家那麼喜歡他的那個字型 就是出太把那一套東西 就是因為他以前書法是他的愛好 是他的興趣 事實上他旁聽就是學書法 那他覺得說一個電腦如果沒有辦法讓書法家揮灑的話 那根本就只能叫做算盤而已 那就是這種很奇怪的美學 然後造成說就是蘋果變成設計師的最愛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從他角度來看它是一致的方向 是我們從外面看起來才覺得他有斜槓的嫌疑 大概這樣子回答 那有七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政委先前提到上一號民音工程上一號 是對抗假消息的最佳簡 但民音工程是否有其他隱憂呢 也就是用民音包裝 假的新聞或假訊息可能會傳播更快 初始的民音是網民自發的次文化 但是在台灣卻被政府單位發揚光大 政委對此發展趨勢有什麼見解 而當民音轉型為政府的宣傳工具 會不會喪失一部分公民社會的創意啊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端傳媒 就是最近喬瑟芬才有一篇文章 專門探討這個 我還因為那篇文章 就跑去加入端傳媒的會員 我本來就是看免錢的 但我覺得那篇文章寫的蠻好的 所以就稍微支持一下 那我想這裡面有兩件事情 就是說民音也好 梗圖也好 它本來就是一種包裝形式 這就跟我們在工部門的簡報裡面 從這個蘇智商院長上任之後 就進入所謂的大自流時代 就是在以前大家可以知道說 政府部門不管是短片語也好 或者是簡報也好 常常都是用標凱題 而且很奇怪 就是字型都不會超過32點 那意思就是說你在手機上 根本就是一團混亂 你根本不知道它在講什麼 重點在哪裡 重點會標成紅色的 紅色的標凱題 比不標還要糟糕 所以總之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那種很詭異的美學 就是這樣 但是自從蘇院長上來 然後親身示範大自流 其實像我們用高橋流做簡報 我們也都一直在做示範 但是很多其他部會的長官 不一定很吃這一套 但是院長自己做示範 他就不能夠不稍微尊重一下 而且院長在每個禮拜四的院會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一個簡報小老師的概念 就是每次有什麼報告案 然後同人上台來做簡報 院長當然不會挑標凱題 但是院長會挑說你這頁沒有重點 你這頁字太多 你的結論應該先放前面講 你的這個圓秉圖根本沒有解釋到事情 什麼之類之類 那所以就是說就是 然後他都笑笑的 因為他說他蘇貞昌2.0 就是以前都不是笑笑的 但是現在都是就是很 讓人和哀可親的感覺 但講的話還是非常的 就是直指核心 那所以他每個禮拜這樣子 把一個局處長的簡報 電到飛起來的結果 就是大家都會用正確的字體 好比像說 就是至少用微染症黑體 如果你不想支持別的字型的話 至少用微染症黑體 至少用正確的字中 至少在視覺焦點上面 有正確的焦點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效傳播的基本 這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那公部門的朋友們掌握到這個 也只不過是相當於我們寫出 讓大家看得懂的白話文 而不是寫一些 就是什麼等音諷詞啊 什麼上南非未起不得不啊 什麼的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些是最基本的 這不是什麼壞事 那如果他願意說 用就是有版權授權的 有恰當標明的 像我最近也貢獻了一批啊 這很純的 對 的梗圖來當作就是 這些大字流的這種配圖 確保說大家的注意力能夠放在這個訊息上 這些部分就像用正確的字型 自重配色一樣 我覺得都是最基本的 它並不是什麼侵蝕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也在學完全一樣的這一套 那但是 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宣兵奪主嘛 像院長有一個很經典的 很經典的 東西 就是我們只有一粒卡層啊 那這個就是當時衛生紙之亂嘛 有兩天大家都有一個謠言說 這個衛生紙的原料跟口罩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口罩要做 這個每天一千多萬片 所以很快就會沒有衛生紙了 這是最後一批了 大家就要趕快去搶購啊等等 那所以就造成了一波混亂 那這個時候在這個一瞬間之間 應該是一個小時不到 然後院長就推出了這一張梗圖 那就是 就是我們只有一粒卡層 你其實囤的衛生紙也沒有用 那這個當然是迷影工程 這個是純粹的迷影工程 它連這個梗圖的那個 我們可以看到背景啊 它的這個配色啊 完全就是某一個牌子的抽取式衛生紙 的那個form 所以就是說 這是非常好的包裝 但是它事實上想要跟你講的 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 衛生紙的紙漿是南美來的 而不織布是台灣自產的 你一邊的產量再多 也不會影響到另外一邊的產量 請大家不要亂喘 那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梗圖 只有外面的這個包裝 但是沒有裡面這張表格 那它就是失敗的 因為你奪取了大家的注意力 但是卻沒有給大家任何有用的資訊 那只是大家笑一笑 然後就結束了 那反過來講 如果它只PO這張表格 而沒有在旁邊搖屁股 然後在上面寫這個我們只有一粒卡層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傳播力 它發的也是白發 也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就是說 這個medium 這個message 這兩個充分的融合 充分互相結合 這就是一次成功的民音辟謠 就是humor over rumor 的這樣子的做法 但是如果它的這個payload 跟它的package 是不相融合 或甚至它根本沒有放payload進去的話 那就是浪費大家時間 也就是浪費大家拿稅錢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這個判準是非常簡單 也非常容易的 那當然在公部門我們知道 有時候會有KPI文化 就是說它的這個什麼互動率啊 什麼按讚數啊 什麼東西啊 比較少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小編 就會開始走偏 就是會下一些民音 但是裡面其實並沒有任何新的資訊 那我覺得這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也非常感謝 這個喬瑟芬以及其他朋友們的提醒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以往的聚落 多半是以林理為主 而政府服務的型態 也多半是以地域為單位來進行 像是建立所謂的 里民活動中心等等的 領域的公共建設 想請問你今天來人民 如果多半生活在社會社群上面 這個時代 現在政府會怎麼樣來調整 因應這樣子數位社群的趨勢 而如果政府想要建立數位聚落的公共財 方式又該如何進行啊 首先我想講說這兩個 並不是完全沒有聯繫的 很多人在論述數位社群跟地方社區的時候 覺得好像是二擇一的這樣一個情況 就是你的時間放在線上社群越多 你好像就人際越疏離啊 越不會關心你的林理啊 越不會一起出去倒垃圾啊什麼之類 那部分可能是真的 但我的意思是說 絕大部分的時候這兩個是可以結合的 而且按照我們在台灣實際的這個狀況 也是有互相結合的 那在這邊我就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像我們的辦公室大家可能知道 人愛路3站99號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是在一個就是空總的公園裡面啊 我們現在圍牆拆除已經進入尾聲 我們到下個禮拜圍就會全部拆掉 所以大家就不再受那個單一場館裡面 就是那個聚集人數的那個禁令限制 因為就等於就是去逛公園而已 所以就歡迎大家這個多來看展覽 那我們在裡面有非常多的實驗室 那我的射通中心當然是一個 但是裡面也有音響實驗室 你到裡面眼睛一閉上 它就會帶你去萬華 帶你去各種各樣不同的地方 因為它用這種環形的音場 把你帶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有一種好像瞬間移動的那種感覺 就是真的要體驗才能夠知道 那又或者像說在裡面有很多VR裝置的這個實驗 就是融入式的情境討論 那你要怎麼融入情境討論呢 它比方說你如果要一起討論 中正新年堂的未來 那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它可以有很多的點雲的資料 這些都是文化部去跟科技部官網中心合作 然後派無人機去所有的這些文資 旁邊飛了很多圈 那就是在這些我們叫做Videogrammetry 就是你把這些飛行的360度 或者是2D攝影的這些全部撿起來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你可以直接放到你的Unity遊戲裡面的一個資產 它真正變成文資啊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運用的文化資產 這樣子不但不會遭到火災 而且也可以確保說 你人不管在哪裡 就算飛機沒有辦法飛到台灣來 你都可以就事論事的去道東書院或者城隍廟 或者是我不知道 陸高隆三世之類的這些地方 在那邊廟口真的用VR去開獎等等 對那所以我覺得這些概念就是我覺得非常好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不是沒有數位社群 像維基百科裡面的有些維基媒體人的這些社群 他們在建立地方學的這些社群 這些都是線上社群 這些都是線上社群 可是這些就是根植於地方社區的這些文資 這些資料給了這些線上社群 我們叫social object 就是你可以繞著它進行回憶的分享 跟未來的播化的這樣子一個有雜根的 這樣子一個anchor就是一個矛定 那也有很多朋友他就算沒有來過台灣 他只靠Google街景圖 只靠TDL 只靠這些線上參與 他也覺得說他是榮譽的台灣人啊等等 就是說他也很想要為我們這個地方去做出貢獻 那這個就像大家看那時候香港戰中的時候 或者是香港Anti-E-Lab的時候的直播嘛 實際飛去香港的人可能真的是少數啦 那但是大部分人是會看直播 而且會一直提供意見 我也有就是沒日沒夜的去刷連燈啊等等的 那樣子一個經驗 那這個時候雖然你不會覺得你完全在場 可是你會覺得你如果現在可以多貢獻一些的話 那那個現場的人就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那這種所謂虛擬的臨場感 這件事情它打破距離的這個這樣子 我覺得是比我們傳統上來說 所謂的數位社群就是四文化啊 就是泥紡啊在智啊simulacrum啊 這些東西我覺得要來的生動許多也活潑許多 所以我們自己的做法 我們感謝這個院長 但是我要切到別的簡報了 我們自己的做法 就是說我會自己很有意識的去巡迴全台灣 那所以大家如果在我們社創平台 SI台灣上面 就可以看到我的巡迴的資料庫的累積 我會不斷的去好比像說就是離高鐵站比較遠的地方啦 可能是內地就是南投啊或者是去離島啊 或者是去這些一些原住民族的地方啊 那在那邊聽當地的社區發言協會 聽當地的合作社 聽當地的社區營造的工作者 對於我們中央政府的政策有什麼不滿的非常多 超級多的不滿 那然後但是會炒的不是有糖吃 會炒是要進廚房一起炒糖吃 所以我們就透過視訊連線 把他們連到我們社創中心的廚房 事實上那然後在這邊就會有12個部會的朋友們 就具體的就事論事的由當地的朋友來設定議程 但是當他碰到了這個中央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不會再有什麼內政部要轉什麼 韓轉衛福部什麼韓轉來韓轉去之後 本來講的人的那個問題沒有被解決 而且這邊覺得自己解決問題還造成這邊更多的問題 就是國家的頻寬的那個就是因為壓縮而流失的問題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衛福部如果要問內政部的話他就坐在隔壁 而且大家見面三分情嘛就是就會一起想事情 那透過視訊也兩分情嘛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在地的朋友們 確實是有就是獨到的見解 他的這個社會創新如果他想出一個很好的主意的話 他就可以被我們empower 那empower這個字很難翻嘛 所以我現在都翻增幅啊 就是被我們增幅到這個變成一個全國性的政策 那中間如果是需要一些文化上面的翻譯的話 我們也有像就是原住民族語言的翻譯者啊 或者等等這些朋友們來確保說 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熟悉的那個方式去論述他當地的公共政策 但是我們又把它增幅到線上 讓大家一起來關心他的那個在地 所以可以看到說我這樣子經營數位社群的方式 是一個在地社群的增幅 它必定要先有這個在地的社群 然後我們去把它放大 它不是取代這個臨場 相反的它讓大家都覺得大家在臨場 那這個才是我覺得就是數位社群 怎麼樣子去跟在地社群能夠彼此互相增幅 而不是好像搶走在地社群的注意力的 這樣子一種因應的方式 大概用這樣的方式回答 有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想要請問說 在我之前演講裡面 有認為說數位就是寬頻啊 是一種人權 但在台灣仍然有許多偏鄉沒有辦法接收到這樣 接收資訊的方式 造成社會階級不平等的複製現象 政府要怎麼樣改變這樣子的狀況 以及政府該扮演什麼角色啊 那這裡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其實真的已經解決的差不多了 幾乎任何地方 就是用光纖或者是用Cable 或者是用4G總有一個方式 當然如果你是在什麼南沙或者東沙的話 當然就只能用衛星啦 但是無論什麼方式你都還是有4G 我們東沙南沙也是有4G的 玉山山頂也是有的 那你也可以都是10Mbps 也是499吃到飽 所以那個不是我們就是故意的 但是最後就變這樣 那499吃到飽 那所以就確保說 這個部分至少在頻寬的接取上面 這個是公平的 但是當然大家都知道頻寬只是第一步嘛 上面還有兩個 就是說第一個你要有相應的設備嘛 好比像說如果你的數位接會中心 或是你的圖書館 能夠讓你接一台三年之內的平板回家用 那這個當然是一招沒有問題 但是也有人來告訴你說 這個平板怎麼用 這樣子才有意義啊 如果沒有人告訴你平板怎麼用的話 那所謂的online 常常就是online 那也不錯啦 就是至少你會用line 那但是就是說 在那個之後他能夠去做怎麼樣子的agency 就是發揮他自己的能動性 那完全靠line好像也不是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因為line大概就只能聯絡到特定人了 那但是無論如何我要講的 我並不是跟line有仇 我只是說你要跟line 就是去延伸到更多的 讓他能夠變成他組織在地的朋友 而且幫助在地的朋友們知道說 那他現在不管在做什麼事情 在線上有資源可以做這件事情 他不能只靠一個對話機器人就做到 雖然對話機器人可以讓人工的這個 榮的部分減低 因此讓在地的朋友們願意比較 陪伴多一點的人啊 如果你每一個都要自己去 親手去解釋的話也是很煩的 但是你一開始還是要 有一個人現身說法去說 那為什麼現在就是你用line的這個對話機器人 只要加一個叫做疾管家的這個賬號 那你每天就會收到一張漂亮的柴犬 不是也有柴犬 但是就是漂亮的圖卡告訴你說 現在疫情的發展 以及如果你對疾管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那他都會有無限的耐心來回答你 包含最近的藥局在哪裡 才能夠不用排隊就可以買到口罩 那疾管家就會說 隨便拿一個都可以 因為現在真的都不用排隊了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實際的用法 他解決他生活上實際的需求 而且他可以分享給他的親朋好友 讓他也能夠就是無痛的去轉嫌到 用這樣子的數位服務的 這整一整套letter of expertise 就是這種專業的階梯 這樣子的形狀 他必須在第三層 就是當你有頻寬有設備之後 你還有一個社會的支持的 一個共學的團體吧 一個社群來讓大家知道說 我只要到這邊我就可以有所貢獻 那像我們在就是我的辦公室 也就是洛杉磯9號 我們通常的做法就是說 有很多當地的就是可能是 黎明啊或者是他們要辦一些 康樂活動啊或者要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第一個邀請他們來的 因為我們看到半夜11點嘛 看到很晚 來了就是在廚房 那所以不管是在辦小聚 辦黑客森辦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歡迎各種不同年紀的朋友們來貢獻 那很多長者他們最大的貢獻 就是他帶一盤炒米粉來 或者是他帶就是總之是食物啦 那酒精飲料好像最近也開始有了 我是就是沒有喝那個的習慣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在沒有喝太多酒精飲料 的前提之下還保有一點生產力 的情況下能夠去分享他們的做的菜 做的美食 那你既然都已經開始吃你的鄰居做的菜了 那當然你也要有些有所貢獻 那他就會說這邊一直跳出詐騙訊息怎麼辦 那你就會幫他加個這個Doctor Message 加一隻這個很可愛的這個趨勢科技 所設計的那隻 他不是柴犬 事實上我不是很確定他是哪一種狗 但是總之就是防詐達人嘛 就是Doctor Message 那所以如果就是長輩給人一盤炒米粉 然後說我一天到晚都接到詐騙訊息啊 要我去提款機會款啊或者是怎麼樣 那到底要怎麼辦呢 那我們這邊的朋友就可以告訴他說 你只要掃描QR Code 或點擊按鈕加入好友 那甚至把他邀請到你家裡的群組 那或者是你看到什麼可疑的這個詐騙訊息 包含圖或者是影像 你就直接轉傳給他 那他就會直接把這個就是正確的訊息 或者是這是不是詐騙網站 直接回報給你 這樣子的話這些長輩在他家人的LINE群組裡面 就不會是一個一直被打臉的就是標的 而是他也可以去糾正他的晚輩的錯誤了 這個時候他的社會這個status就提升了 那他就會有更高的自尊等等 那所以就是說雙方都有可以貢獻的東西 而這個可以貢獻的東西又是輕易可觸及的 而且都是不花錢的 那在這樣子的一種氛圍底下 大家才會慢慢去把這個就是Leader of expertise 把它搭建起來 所以很大部分是靠在地的這些社群 這些賠利者這些數位機會中心所做 那我們政府能夠做的就是第一個 不要擋他們的路 那第二個確保說他們都有充足的資源可以運行 大概就是這兩套做法 有15位朋友們 有10名蔡宗航同學的一個問題 政委對於青年參政也是不餘力 有一個最直接 最能夠讓府方接觸到青年世代的方法 就是各地跟中央的青年諮詢委員一職 但是目前這個職位 各地的領選標準跟原則不太一致 甚至連青年的定義都不一樣 那運作的模式跟成果目的也大有不同 現在請問政委對於青年事務委員會 作為青年參政的一個模式 有什麼建議呢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對院籍的親資會 其實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它是就是小英上來才有的 那院籍的親資會的基本的設計概念 就是我們叫做reverse mentor 見習顧問 所以這裡面35個人 然後裡面大概有25個人是青年 是35歲以下 那其他都是就是大齡青年啊 心中式青年啊 等等的這些部長們啊 對啦 還有我們院長 好 那他的目的就是說 所有這些 對然後還有一個 一起幫我們拿這個獎牌的青年 對 好 那就是他們各自都是 他們那個社群裡面的社群的營造者 那他們所關心的事情 當然每個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當初就是每一個不同的部會去提出說 我們願意讓這個青年的人來帶領我們部會的方向 這就是reverse mentor 裡面 mentor 的意思 那為什麼是reverse呢 因為他們對於公共行政大概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們的提出的想法呢 大概都就是有些會違反法律 有些會違反物理定律 沒有啦沒有 違反物理定律 但是就是說可行性都非常的有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是在大家的不斷的提案 以及不斷的共創的過程裡面 去讓大家了解到說 你有一個新的想法 你要怎麼樣變成一個可行的 而且各方厲害關係的人都會覺得 欸這個想法不錯 好比像說 技職的選手就是要去國慶遊行 而且遊行完之後呢 他要必須融入12年國家課綱 去帶領國小國中的學生 去把他們的校舍翻新 讓大家知道說你學到的技職 就是可以為你的社區做貢獻 而不是只是就是薪水比別人高 雖然薪水也比別人高 等等的這樣子的 一種一種現身說法的方法 那就是偉翔他同時有媒體跟倡議者 兩頂帽子 這個就是隨時轉換應用的這位朋友 他就是引領我們的勞動部 去往這個角度思考 然後勞動部再回過頭來說服 經濟部教育部跟我們的院長 那這個政策就這樣子完成了 那我們在過程裡面所有的提案 那所有的相關的青年政策 在這邊都有一欄表啊 都有進度的說明 然後也有就是 目前的青年政策裡面 我們的青年諮詢委員 覺得哪些地方有缺口 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嘛 那所以這邊就會有分組會議 產生的議題 讓大家知道說 哪些這個黃色的這些部分 是工部門本來沒有想到 是因為這些青年諮詢委員 所以才想到的 那也包含所有他們曾經開過的會 曾經被邀請過的場合 所有的座談會的列表 然後以及現在最夯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什麼用的文字雲 來讓大家能夠看到 這個他們的關注的事情 跟焦點等等 所以我們的整體的想法 就是說青年提供我們項量 就是往哪邊去發展才對 才符合這個現在年輕人 真正想要的事情 才符合未來的趨勢 那但是我們這邊可以提供力量 就是提供所需要的資源 以及確保他們要call誰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call到誰來 所以這是就是中央的 青年諮詢委員會的設計 那但是這個有兩個前提要件啊 一個是說院長他要耐得住凡啊 他要真的能夠每三四個月 就能夠在這邊聽 感覺上還沒有立法委員的 那麼成熟的這些東西 那但是又不是立法委員的質詢 院長要變成像人生導師一樣 不是糾正他們的簡報 這些親自的簡報都做的超好的 不是糾正簡報 而是說去告訴他們說 你如果要可行的話 你要先做這個 再做這個 再做這個才可行 所以從院長的角度來看 他必須耐得住凡 那秘書長跟我的角度 我們必須要用很多次的前置會議 去把它修正成可行的方案 而且中間還要就是 跟中間的很多倡議者說明說 為什麼你先走這邊 再走這邊 最後才會到你要的那個目標 到那個終點啊 所以這第一件事 就要耐得住凡的手掌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你需要有更多的青年 來提供這些青年諮詢委員會的 委員的成員們想法 因為他們自己也都是 就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脈 都有自己的這些群眾 所以我們之前的做法 這個有一個很具體的做法 可是他非常的花時間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巡迴座談 任何青年諮詢委員 都可以去call他的厲害關係人 好比像說 像有限責任資訊勞動合作社的 那一位親姿 他就是泰亞族人 那他就會call在烏來區公所 去討論勞動合作社 要怎麼樣這個團結起來 而且變成平台勞動合作社 現在最夯的國際上的一個名詞 去確保說合作運動在資訊時代 還能夠發揮最大的力量等等 那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關心的 跟這個是完全沒有關係 有些朋友關心的是 就是好比像說在宜蘭那邊 他在地的特色 要怎麼樣子不被就是磁吸效應 影響那麼多 能夠去建立地方的主體的文化 那或者是說在新竹 他們在討論的是老街的這個翻新生創生 怎麼樣不是只是一棟一棟個別的房子 而是他能夠成為一個文化圈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結構性問題 而且厲害關係人都非常多 而且政府必須要很誠實的說 我們也都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那所以這種放下面子問題 然後真的就是走到厲害關係的那個當場 去聽大家的這個想法 而且自己不去做任何當場的判斷 我們當時也不會說可行或不可行 就是陪著大家去把問題 一步一步的逐步的釐清 這個是非常花時間 而且非常需要耐得住凡 所以事務官朋友們 要能夠耐得住凡 做這樣子一種巡迴的陪伴 政務官朋友們 要能夠願意一個好點子來的時候 立刻給他去樹立 那而且如果點子不好的時候 你還不能說不好 你要慢慢地陪著他變成他好為止 那所以這兩件事情 是非常大的 commitment 那我們也很高興有碰到就是 歷任的這個林群老師 來清德老師 到現在蘇文昌老師 都非常耐得住凡來幫助青年 所以我會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說要每一個地方政府的首長 都以這個作為他就是要花非常非常多時間的事情 我們也知道不是很容易 事實上是幾乎不可能 那如果資源比較多的縣市 那他有一個青年局或者是他有一個青年中心 那他至少有一個就是政務官專門在管這件事情的話 還比較有機會 那如果沒有 而他就是變成一個其中一個科 或甚至一個承辦 在做的一個例行的業務的話 那我就會建議當地的組織者 去告訴就是他的縣市長說 你不能這樣子玩一半 不能完全只是諮詢我們的意見 但是沒有拘束力 或者是只是把我們邀到你們的辦公室裡面開會 卻不願意到我們的聚落來聽我們的聲音 那大家如果就是這段錄影可以給大家用的話 也可以放這段錄影給就是你們的縣市朋友聽 不過因為地方自治了 我們沒有辦法強迫就是每個縣市要投入多少資源 在這個政務上 但我們會繼續把中央的部分把它盡可能的做好 有17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在目前社會氛圍底下 許多黨團開始注重網路行銷 如果不是如果實際上 如果國民黨團也聘了我們的數位諸葛亮 簡晴佑簡老師 那他所創辦的上一號靠北索困 下一號粉絲團 卻用了很不妥的圖啊 來討論索困問題 請問要怎麼避免網路行銷造成的社會對立 政府能夠有什麼因應措施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一個迷因一個梗圖 他的包裝應該要跟他的 想要解決的那個問題相扣合 如果簡晴佑老師就是po這個圖 他認真的要討論這個 就是性工作者的勞動權益 在紓困方案裡面的配套措施 那這個是成立的 對這是成立的 這你可以想像好比像日日春啊 或什麼運用這樣子的一種更圖 但是他要講的就是那一件事情 非常專注的一件事情 他很可能已經有修正草案 已經在那邊等著你了 那當社會上面開始有大量的說 那你這樣是不是消費這個身體自主權啊 什麼時候的時候 他這邊已經有一套就是 就是反對方的這個專業論述 在那邊等著你 因為他就是要你質疑這件事情 然後他才可以把社會能量聚焦在 他們想要討論到的這件事情上面 不過當然就是靠北索困不是這樣嗎 就是事實上他並沒有準備好一套論述 這並不是他的選題嘛 他只是想要有一種就是很靠北的那種感受而已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成功的獲取了大家的注意力 可是大家的注意力跟他的這個payload 並不相扣合 所以這個注意力就沒有地方去 那沒有地方去 那當然就變成出征啊 那酸啊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就對公共討論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並沒有哪一個梗圖是天生壞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是要開地獄梗 那你要有配得上地獄梗的論述 在後面跟著 然後去挑戰社會說 為什麼你覺得這是地獄梗 為什麼這不是社會進步的象徵等等 那說不定就是運氣好的話還成立了 那但是就是在如果沒有後面這套東西等著 那也讓大家發現說你第一時間的回應 並沒有提出任何像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那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在浪費所有人的時間 那所以我想就是這也是剛開始嘛 這個出出茅座嘛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是說希望未來可以在這方面 這個有所改進啦 就是如果你在挑這個package的時候 盡量去多想一步 就是說當別人在挑戰的時候 你要推進哪一方面的公共論述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這個品牌的可信度啊 會就是有比較好的這個結果啊 不然的話就很難免就會被很多人酸 那我想對這個品牌可信度也不一定有什麼就是好處 所以我想社會這樣子對立我們的因應措施 當然就是我們也盡量就是確保說我們推出來的梗圖 後面都言之有誤而且是有論述 那如果大家挑戰我們說我們的論述搞錯了 或者說我們的梗圖有問題或怎麼樣的話 我們就第一時間出來道歉嘛 那就是最近被叫那個道歉國家 對那樣子的意思就是道歉方式 就是說我們發現我們就是搞錯了 那我們本來以為這是一套就是設政系統 但是事實上當它擴大了方案之後 它就必須要由中央來做實質上的審查 不可能交給地方的工作人員等等 那這一套就是在就是昨天其實已經講得相當清楚 所以大家就發現說你不要聞過是非 不要覺得說你一開始的梗圖做得很精美就沒有錯 而是說它裡面的payload跟我們一開始的認識 跟事實真的有距離的時候 那你趕快幫大家補上事實跟訊息中間的這個距離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也不會大家喊打喊傻 大家就會開始去想說好吧 那如果實際上是這樣的話 那所謂中央這個統一標準集合等等 那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做才會最省大家的力氣呢 尤其現在沒有公共行政替代義了 那是不是有一些數位下的方法嗎 等等這樣子社會就開始就事論事去提出 具體的解決方案來 那就會把剛剛的就是講的那些酸啊什麼東西 慢慢的導流到就是具有創造性的部分來 那這個就是一次我覺得還不算太失敗的 這樣子一個導流 那所以你每一個就是像剛剛講的就是訊息跟包裝 那你能夠彌合不上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能夠透過說好那我們錯了 但是我們現在來有建設性的想這個方面等等 去重建自己的正當性那當然這個拖越久就越沒有正當性 這個大家也很清楚 有二三位朋友們問說請問政委怎麼樣看待Zoom的資安風險啊 政委是不是應該要禁止用Zoom啊 考量這個兩岸政治關係的緊張 這裡講的應該是太平洋兩岸政治關係的緊張 我們如何看待中國的電子產品跟這個軟體啊 譬如說Zoom啊跟微信啊 那我想Zoom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個案 因為Zoom它本來保證說在每一個不同的地方區域的那個連線 如果你的會議的加入的人都是同一個區域的人的話 那它的traffic就只會在那個區域 它不會莫名其妙跑去別的區域去 那台灣是被跟香港劃在同一個區域 那這個就是你高興不高興 總之它是這樣子劃啦 那對然後那但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都是台灣人參加會議 它的訊號最多流到香港的伺服器 不會再往別的地方流 那它是公開這樣子講的 那結果它就被一群這個資安專家 一群白帽還一個Citizen Lab 發現說在這個它的訊息量到達高峰的好像2月初吧 這個流量就開始導流到就是 就是PRC的伺服器去了 那所以他們自己的那個zoning 自己的geofencing的這個保證等於他們自己破壞掉 那他們後來就說對不起 我們因為太系統太繁忙 忙總有錯我們設定黨打錯了 所以就2月到4月的過程裡面 那真的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這個流量流到那邊去 但是我們都有什麼加密啊 有什麼之類啊 所以說除非你做了在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底下違法的事情 不然你也不用擔心等等 ok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當時就是資安處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意的並不是說它的就是開發者是誰或者是怎麼樣 而是說它對它的使用者有一個資安的承諾 而這個承諾被一個有公信力的組織去發現說 它中間不管是失誤還是什麼 有破壞這個承諾 那它破壞這個承諾之後 它當然有做一些彌補啊等等 但是從這個有公信力的組織的角度來看 它仍然沒有非常accountable 就沒有就事論事的去解釋說 那到底在密碼學上或在其他的資訊科學上面 未來它如何確保說這件事情不會再犯 那所以這個就是當時就是金融Zoom的一個理由 並不是就是抹紅啊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純粹就是它有一個資安保障 它沒有收到這個保障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各位是就是有 就是對地緣政治有一些敏感的話 就會想說那我們下一步是不是就應該告訴Zoom說 其實台灣跟香港就是不是完全同一區了 那某一個海嵐也是拉到台灣就停了 也沒有拉到香港去啊 那所以即使它保證說以後台灣的訊號都不會跑去PRC 只會跑去香港 我們也就是不是非常的安心 對那所以這個就是斡旋 目前以我所知還在進行中 不是我去談的 但還在進行中 那但是這件事情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意的事情其實是accountability 就是給得出交代 你越給得出交代 大家就越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也因為這個Zoom的這件事情 也讓很多人發現說 你架一個聊天伺服器一定都不困難 像我們自己就架了一個 GCmeat meat.pd.tw 那就是任何人只要一連上去 它會亂數產生一個房間號碼給你 然後你就自己取一個密碼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用了 這完全不用任何錢 而且事實上它的影音品質並不比Zoom差 事實上只會比Zoom好 因為這是在國網中心 所以你就是到國網中心的那個頻寬 而且錢還是國網中心吸收了 所以可以盡量用 那如果你連國網中心都不信任 也是有這樣子的朋友 那好比這樣說 新北市有一些校長們 他們就把電腦教室裡面 快要報廢的那些電腦 就是拿出來 然後加這樣的GCmeat伺服器 因為它不太好硬碟 它不是硬碟bund 所以它的硬碟老舊無所謂 它就一點點就是記憶體跟很多頻寬 但因為校內網路嘛 頻寬也不用錢 就是Tanet在付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很容易去架起 各個不同學校裡面的會議系統 然後也不用花錢 而且還可以自己加Logo 自己加直播功能 自己加錄影功能 加一大堆有的沒有功能 那因為它機器就加在它自己學校 所以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個資是不會外流的 因為它就是你要就是先 不知道可能去的電腦教室的門所 把它撬開之類吧 才能夠實體取得那一台機器 所以像這樣子一種 叫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說按照你手邊現有的資源 來解決你現在碰到的問題 而你不需要再去因應一些技術 造成的額外社會問題的這些適當科技 我覺得就是Zoom這次事件 反而意外的 讓我們有這樣一個機會 去宣傳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發現非常多的朋友 在用GCMeet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我想重點不是它是哪個地方生產的 而是它的guarantee是什麼 它有沒有用數學或者法律的方式 來做一些guarantee 以及它違反的話 它說它改了有沒有給出一些交代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追問說Zoom本身是什麼國家的公司 它是好像註冊在美國吧 但是它主要的資金就是PRC跟香港的資金 那它的開發者團隊我想好像也是在PRC比較多一點 那就像我說的 我們並不是很管開發者的國際 我們管的是它答應了什麼東西 它有沒有做到 如果沒有做到 未來要改的話 要給出什麼交代 那他們就在昨天吧 把一個叫keybase的一個資安團隊整個收購進去了 然後keybase團隊就說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Zoom弄成我們敢推薦我們的朋友用 好 那也不錯 跟微軟把Github買下來是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就來看說keybase進到Zoom之後 到底有沒有辦法發揮 就是他們的資安上面的影響力 有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要具備怎麼樣的資格或者是才能 才能夠被錄取到我的辦公室實習 我們確實是有一個實習方案 我們每年都有 今天已經是第四屆了 就是叫做青年學生體檢政府網站數位服務專案 Rescue Action by Youth 簡稱RAI 那為什麼叫RAI呢 因為就是政府網站有很多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你就會成為那道光等等 就是反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短片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通常也覺得很值得公眾服務不太好用 經常會覺得政府做的東西真的很窮 你真的看不下去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來改善這段事情 我覺得它是遠不來工作 時間自由 因為自己自己的分配 什麼就是自己家的工作學妹要完成 所以它要藏工程的 近距離老公共識的感覺是什麼 三個人會 然後一個 兩個月會做兩個專案 大家網路問卷 然後去找授訪者 讓他們實際操作那個鏡頭 然後去觀察改善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挑出來 然後去做後菜 過程中其實採取是有點像 特地實行動携带的方式 不然在推進 同時也在往前 就是修正這個模型 因為我們剛好那時候做 我們登山的相關系統 請這邊回來要 也確實要做那個 登山一站去入台網 可以把我們那時候想的一些概念 真的融入進去 最後看到那個東西 真的Google的到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去用 有種 噢 登山學 能夠參與其中 然後讓我們 其實政府更新的距離給大家 就是很精靈 然後也很有研究感 嗯 青年學生體驗 政府網站數位服務專頁 集於其開放光明明 外適用的不都有選口 選口就是光明的入口 歡迎去有社會專長 和資訊專長裡面 一起來加入我們 光明的行列 好 那我們知道今天是5月8號 所以報明已經截止了 如果這個有朋友想要問說 為什麼裡面的人 都沒有戴口罩 因為那是去年的專頁 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好 Anyway我要講的是說 像這樣子一種想法 就是你是設計專長 你是資訊專長 你如果兩個專長只有一種 我們會幫你配對到 就是兩個專長都有的團隊裡面 然後如果你是就是很喜歡當PM 就是跟人這個互動的話 那你也可以有一個PM 那這是第四節 那我們在三天前截止 有大概140位以上的朋友報名 那所以取30其實也是滿拼的 那所以就是最後還會有110位 就是自由人力 你也我們的sponsor這個青年署 也有在想說那是不是也要吸收一些 這些朋友們去幫青年署本身 改造那個如果你有用過大專生 見習服務網的話 就不怎麼好用的那個網站 就是把讓大家進入見習的這個過程 也可以稍微再好一點 會讓看到青年署的資源的時候 可以更友善的去使用 所以資格跟才能大概就是 有設計思考設計的運用 這一方面就是跟人相處的一個 或者是說你有諮詢方面 包含資料分析啊 資料新聞學資料社區化等等 這個就是能夠處理資料的朋友 那這兩個有一個都可以 那當然有很多人是很斜槓 就是兩個都滿強的 那事實上我們這次 40個人裡面可能有一半 都是非常斜槓的朋友 就是可能自己都有完成過 相當多portfolio 那對還有就是要作品集 就是就算只是一個 GitHub的網址也好 那如果沒有作品集的話 按照目前精神激烈的程度 是絕對不會上的啊 對好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明年如果我還 在當這個職務的話 歡迎大家來我辦公室實行 有31位朋友們問說 Fact Check對於人民來說 必要性以及教育性 有沒有成效 好像很多的Fact Check 只停留在年輕人的 範疇之中 掉年長一倍的朋友 對於這個沒有太多的感受 要怎麼樣子做 才能夠擴散到 有一位朋友有追問 追問先啊 有一位朋友問說 沒有設計專長 跟沒有資訊專長 沒有我剛剛有講第三個專長 就是專案管理啊 那專案管理的專長 也是一種專長啊 它事實上是非常花你的心力的 那如果沒有專案管理專長 設計專長 核設資訊專長 現在練也不遲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反正今年的已經過了嘛 你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練功 以及累積作品級 所以到明年再來招募的時候 你這三種專長 應該就有一個了 好 那我們 對不起回到這個來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偏見啦 就是說我並不認為年長一輩的朋友 對於Fact Check沒有太多的感受 比較是說你要把它包裝成 他願意分享的這個樣子 我們在長輩的圈子裡面 我們看到的很多的謠言 我們去辟謠的方式就是這種東西 其實長輩也是很吃的 他們對於總裁的接受度 並沒有比年輕人要來的低 就是室內要三隻總裁 跟室外要兩隻總裁 才能夠叫做正確的距離 或者是說防疫期間 嚴禁吃手手 而是要這個肥皂勤洗手 這些在他的傳播力量 並不是局限在年輕人裡面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並不特別去運用一些年輕人才懂得更嘛 如果你在那邊什麼火影忍者啊 結個什麼手印啊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長輩不會喘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那一個第一手經驗 但是這就像是那個 我最愛舉的例子 就是精靈寶可夢 寶可夢 GO的這個例子一樣 就是說為什麼他那麼能夠讓 就是孫子孫女跟阿公阿嬤 能夠有共同的話題聊 就是因為他有結合當地的地方特色嘛 那長輩就可以說 為什麼在這邊抓得到魚 這邊明明是一片平地 因為這個以前是一個水郡什麼之類之類 他就很多故事可以講 那晚輩就有很多就是 這隻這個寶可夢跟小智有什麼故事啊 什麼可以講 就是說雙方都有自己的文化 那這些文化又能夠在某一個地方 彼此交融 那這個時候他的傳染力就會非常非常的高 那如果你就是有一邊 是沒有他的第一手經驗去扣合的話 那當然他在那邊就沒有任何傳染力 所以我覺得要做的方式就是你要扣合到 他所理解的他自己之前曾經有過第一手經驗的 或者是那種放出四海而接準的就是 柴犬真的就是很可愛 不管對哪一個長輩或晚輩來講等等這些方式 那你就可以很有效的去破除同文層的這個問題 有29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利用大量假帳號進行帶風向 所搶奪的話語權話語霸權 似乎成為網路世界中不可忽視的威脅 據來說這次提問的方式是以投票來決定的 但這個程式本身其實一個人可以投好幾次票 也就相當於假帳號的功能 不知道攤委員覺得可以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認為不用解決這樣子的問題啊 因為你透過假帳號來把這個問題推上去 並不表示說我要花很多時間來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只要說我不覺得這個是什麼問題 就結束了你也沒有辦法花掉我的秒數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你在一個就是好的互動空間設計裡面 你就是要知道說本來就會有Troll 就是本來就會有網路小白 本來就會有就是來帶風向的 那但是我們的每一個設計 都是讓它沒有辦法浪費掉大家的時間 就像如果Slido現在有一個回應功能的話 那就不一樣啦 剛剛那個底下如果洗一排 通通都是刷一樣的回應的話 那大家就完全沒有任何討論的頻寬跟空間 可是現在就算你刷一排 那你也只是一直在用 底下那個最新追問的那個框而已 你對上面這些票數高的並沒有任何影響 而你就算你寫一支投票機器人 把這個東西投到最上面 我只要打個勾說不用處理就解決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它的那個參賽的程度 還是是放在大家的注意力 有沒有放在這個上面 因為我現在看得到大家的表情嘛 所以它並不是沒有作弊的可能性 但是比起說你大家都要刷個什麼實名驗證什麼 我們當然是希望讓大家最可能的 用匿名的方式提出自己想提的問題 但是你的這個居數力結構 必須要把它設計成是 它沒有辦法浪費掉大家的時間 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身為一個奠基系的學生 想要成為一個優先的科技人才 不知道優先是什麼意思 在大學裡面應該培養哪些硬實力 或者是軟實力 我想我不知道優先的科技人才是什麼意思 但是就是如果想要成為一個科技人才的話 我想硬實力跟軟實力都是很重要的 硬實力大概就是你的那一門學門 你能夠在那個學門裡面 去把這個學門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用其他學門已經解決那個洞見 來幫助你的學門解決問題的這個能力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現在幾乎所有的創建 就是都是這種跨領域的方式來解決的 大家在一個學門裡面埋頭苦思想的非常久 但是在另外一個學門發現了一個定理 發現一個事情 那我們就透過就是說 這兩個中間就是isomorphic 或等等的這些方式 你就可以去把那個東西的洞見 套用到你的這個學門裡面去做一個 我們以前叫cross-discipline 但是MIT那邊根本叫做anti-discipline 就是它鼓勵你破壞到你自己的學門邊界的 這樣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那這個是硬實力 這個你就是要一直在試著用你看不太懂的 但是跟你的學門還是有一點點關係的方式來做 那這也不是只有電極系可以這樣做了 當然社會科學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像我剛剛講文化人類學跟空間地理 其實它用的研究方法就是esnography 其實是非常像的 那但是這是一個以人為中心跟以空間為中心的不同 看同一件事情的方法 所以你同一件事情 你如果切換到這個視角的話 你在這邊沒有辦法解決方法論問題 往往從這邊就可以出雷旁通去把它解決掉 那這個在很多的不管是人文或理科裡面都有這樣子的研究方法 那我會很建議就是你多去做這種跨語的結合 你的硬實力就是你從外面 你跟不是你的系的朋友解釋你的系的最新的問題 然後用它的方法來解決的話 那你不但你的研究能力會提高你的說明的能力 就是科普的能力也會提高很多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軟實力 我會覺得說我們現在就是在做任何創作的時候 我們對社會的總體的影響的這件事情 是大家最可以去想的 那就像我們當時在就是0.0版就是超商 每個人可以買三片口罩 但是大家就騎個摩托車 然後兩點鐘配送口罩 三點鐘就全部被買完了的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在想的就是說 我們重點是要公平的分配 到底怎麼樣才是真的公平 那在我們戰隊員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 吳章偉在台南就已經寫出一個方法 讓大家能夠在口罩地圖上面去就是回報實際的狀況 因此大家就不用浪費時間去排這個排不了的地方 或者是跑去已經賣完的這個超商去找電源麻煩等等 那所以當他的這個也是很燒錢的60萬的 還好後來Google沒有了他的債 的這樣子的一個做法就變成一個社會創新 那我直接把這個做法帶去院長面前 院長一看就看懂了 然後說好吧我們來增幅他 設計對白老院長不是這樣講的 但意思是說我們來確保說 他所需要的資源跟資料我們都能夠提供給他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做法就是一個軟實力 就是說這裡面有三個軟實力事實上 一個是說你看到社會上有一些不公平的不公義的現象 但是你不是只是罵 而是說你試著做一個不完美 事實上超級不完美 而且可能也很花這個你的機會成本 但是你還是願意先做一點點 來告訴整個社會說 這個問題有一種新的解決方法 這是一種軟實力就是敢於創新的實力 那中間我在做的事情就是一個轉譯嘛 一個文化上面的轉譯 去確保說他的這件事情 就算只有一張截圖 就算他只有兩天的壽命的那個網站 我把這個東西的它實際達成的社會效益 轉換成我的同事們就是部長跟院長們 能夠聽得懂的這個效益 那這也是一種實力 這個就是cultural translation cultural ambassadorship 這樣子一種能力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軟實力 就是院長跟我們指揮官這個陳部長 就是去確保說他們沒有面子問題 他隨時聽到一個比他們想到的問題 他的解法更好的解法 那他們就馬上就說這個解法好 我本來在想什麼已經不重要了 就用這個解法 然後我們就確保說他可以獲得所需的資源 那我所負責的就是說這個新的解法 比我舊的解法好在哪裡 我願意來好好的說明 讓大家聽懂等等 那這種就是說明 communication 也是一種軟實力 所以就是不管是說明也好 轉譯也好 創新也好 我覺得都是當你在做一個 就是對社會有正面價值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去想說你要 你現在在哪個位置 然後你可以去培養那一方面 怎麼樣子的一個軟實力 有21位朋友們問說 從網路資訊理解真實世界 有沒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例如像說容易被掌握發語權的階層來操弄 無法接觸到缺乏數位禁用權的族群 容易被兩極化的言論影響等等 希望我回答的是什麼 需要秉持怎麼樣的態度或方法 才能透過網路理解世界 而不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有所偏差 我覺得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可能要分開來談 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說被掌握發語權的階層操弄 無法接觸到缺乏數位禁用權的族群 這其實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前面這個是網路空間的設計 就是如果你進入一個設計出來 其實你並不是顧客 你只是產品 那廣告商才是他的顧客 你只是看廣告的產品 這種所謂的寄生獸 就是現在叫什麼 監控式資本主義 的這樣子一種邏輯裡面 我沒有特別點名哪一家公司 的這樣子的邏輯裡面 那它天生就是讓掌握發語權的階層操弄 因為你只要願意付這個平台錢 你的訊息就可以放到所有人的眼前 我們還得特別跑去找這些平台說 在競選期間我們的監察院 有把每一筆政治現金都公佈在網路上 而且甚至是開放資料 大家都可以去做分析 這個是我們這邊的常規 我才不管你美國的常規是什麼 但是台灣這邊就是這樣子 政治現金是要逐筆公開 沒有什麼匿名的這種事情 那這是這邊的社會常規 所以如果你們不在競選期間 做一樣的這種 就是honest advertisement 這種揭露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乾脆不要接受政治廣告 不然的話我們有證據顯示說 你們在就是沒有你們的服務的地區 在我們的競選期間收了非常多廣告費 就是那這些廣告到底投到哪裡去了 我們也不知道等等 那所以這些公司就良心發現 也不是良心發現 而是說就是就開始善盡了他們的社會責任 因為他們了解到說在台灣 如果大家覺得某件事情是社會常規 而某一家大公司賺錢 而不依循這個社會常規的話 那我們就會抵制 那台灣的抵制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這也不是政府需要立法來做的事情 所以那他們就說 原來你們經常擁有這個常規 我們說我們本來不了解嘛 那後來他們就就是改變了他們的演算法 所以就是說演算法 為什麼可以就是不要凌駕作用法 它靠的並不是那個作用法 去把演算法每一行程式寫到作用法裡面 那個是不可能的 而是靠社會常規 就是我們的作用法達成了一些社會常規 在這裡是政治獻金法 達成了社會常規 這個社會常規讓演算法的工作者知道說 他如果跟社會常規這個對衝的話 那他的正當性會大幅的減低 那這個時候演算法才有調整的這個空間 所以這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概念 那所以這個掌握發語權的階層 就變成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任何人都可以退出的在網路上面去進行這種 就是像投票指南啊等等的這些工作的朋友們 所以他們是有發話權沒有錯 但他們的發話權是用在讓本來有一點 anti-social media 就是反社會的社群媒體 變成符合我們這邊社會常規的 pro-social media的這些朋友 所以我不但不會覺得這是壞事 我還會鼓勵你去加入這種 就是確保說這種跨國的演算法治理 能夠去符合到我們的這邊的 就是親社會的常規 那這樣你也會很容易成為掌握發育權的階層喔 好所以這是第一部分的回答 那第二部分的回答是比較真實的啦 就是說如果缺乏數位的禁用權的族群的話 我們會變成是好像只偏聽 就是只聽擅長寫字的人的聲音 這是為什麼每次在slido演講的時候 都一開始要先說 如果你願意舉手 然後你打字比較不方便 或者是你比較不喜歡打字 或者是你沒有戴手機率真的是零了 那這些朋友們的話 那你講話的優先順序要高過螢幕上的 那這個已經變成我開始演講的一個習慣 那因為我如果不這樣子講的話 那在場的朋友如果他 就是真的沒有打字的習慣 他真的就是可能不知道閱讀障礙啊 或怎麼樣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好像在演講的第一秒 我在slido一投影出來 就已經排除了他們 那但是我如果一開始願意這樣講的話 就算現在看起來坐在這邊的朋友 好像打字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也是在告訴大家說 你以後當你是在講台上的時候 你也應該要多想一想說 如果講台底下的人不會打字要怎麼辦 這樣子 所以我想這個inclusion就是涵容啦 它就是在一次接一次的互動的設計裡面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涵容的標準 我們是放在這個前面的 我們比溝通的efficiency或者是甚至efficacy 可能都重要 最重要的還是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透過他自己擅長的方式去禁用 那這個禁用它如果本來講的方式 讓別人比較難理解 好比方說他自己的族群語言 或他的手語或怎麼樣的話 我們現在都已經有國家語言發展法了嘛 所以他有那個權利去要求有翻譯員 把他的這樣子一種講話的方法 變成是大家都能夠更容易的去 集思廣義的這樣子一種語言材料 所以我想國家語言發展法要就是多加利用了 它裡面有非常多跟數位有關係的部分 也包含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裡面 現在都是要建立這種資訊的資料庫 那確保說未來的機器翻譯啊 未來的語音合成啊 未來的語音辨識啊等等 都必須要把這些物有族群的語言 也能夠納入這個考量 所以我想資訊進入權這個是非常嚴肅的 但是掌握資訊話語權 這個就是大家的工作 就是大家都應該要多花一點時間去想說 我要怎麼樣子把演算法 往我們的社會是親社會 的這個方式來進行設計 有時就位朋友們問說 在最近的殺警案當中 擁有的法律結構 跟對於精神障礙者的不斷進步的觀念 受到民眾力量的質疑甚至是嘗試去改動 像情況證明在法官判決 依法而且核清理卻不受大宗證明後 甚至叫他盛量反彈支持 政府是否對於正確事務要有所支持和贈同 又正確的支持要如何在盛量極小狀況下去推廣 這個不是我講的快 是因為這位朋友逗號用的很少 好 這當然有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說 英暴主義它在攫取大家的憤慨是非常容易的 那這個也是人之常情 你如果不讓那一波英暴主義的那個情緒有所宣洩 就是cathasis的話 那其實你也沒有辦法進入你能夠就事論事討論事情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是正常能量釋放 對我這樣講好像是很不負責任 但是這真的是正常能量釋放 就是你在看到一個 就是讓你同仇敵慨的事情的時候 你明明知道說這只是個案完全不是同案等等 你還是會有一波說那這真是慘絕人懷啊 真的是同仇敵慨這種感覺出來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是說可以稍微運用一些花花草草 就是我說貓薄荷啊不是別的東西 就是說我會去泡一杯薄荷茶等等之類的 就是先讓自己的這個就是outrage的這個東西 能夠去稍微平靜下來 那你接下來才可以問出那個就是Nussbaum 這個要我們問的問題嗎 就是那我們怎麼樣未來讓這種事情不要再發生 那你只要一問出這個問題 你前面的那些情緒就自然被引導到正確的就是有建設性的事情去 你就不會停在前面的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找出更多這樣子的糟糕的人 並且貶低他們來顯示我不是他中間的一群的一份子 或者是我要怎麼樣子讓這些造成社會傷害的朋友 也受到同等的傷害 那這樣子才能夠表示說讓他們來體會我們的痛苦 然後一眼還眼大家都沒眼睛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就是一些比較就是初級的一些情緒反應 但是我在這邊並不是要否認這些情緒反應 任何人一開始都會有這些情緒反應 所以在一開始的這個聲量極大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就是正常能量釋放你要讓它過去 但是在同時你要準備下一階段的論述就是 好那大家都覺得不應該再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讓未來可以再少發生一件這種事情 那其實為什麼我們這次防疫做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在當年2003年SARS的時候 大家一起經過這樣子一個這個collective trauma 這完全是一個就是悲劇性的事件 就是和平醫院逢遠的那件事情 那對所有人都造成了30歲以上的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創傷 所以就是說這次只要一聽到這個李文亮醫師說SARS又要來了 或者是說只要在這個內部討論的時候 只要一提到和平醫院四個字 它就有一個召喚的力量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陷入一種 這絕對不能夠再發生 你想都不用想 絕對不可以再發生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就是一個正向的動員 因為大家都可以開始提出自己的新的主意 去確保說舊的那些問題不會再發生 所以我會覺得說不要停在outrage的那個狀態下 你要往後面一步到那個希望的那個情況下 就是怎麼樣子才有希望 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你準備這個論述 不要在outrage的時候去跟outrage去比升量 outrage這個是沒有辦法長久的 它下一個這個讓人一分填膺的事情出現的時候 這個能量因為是有限的 它就跑去那邊去了 那等到這個戰場就是稍微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人的時候 那這個事情再回來引導說 那這樣我們可以導入怎麼樣子的制度 怎麼樣子的改變 怎麼樣子多關心彼此一點等等的情況下 那怎麼樣的做法就可以讓未來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 所以這個就是正確的知識 只是在聲量極小的狀況下 還能夠增幅的一個關鍵 就是你不要去正面去跟它對抗 相反的你去肯定它的這個outrage的價值 肯定憤怒是讓整個社會重視一個議題的這個事情 但是你等它outrage稍微用完了 那你就說那我們來一起來找出希望的方向 有20位朋友問說請問委員如何看待數字身份證 可能帶來的資安風險以及台灣目前的技術 是不是真的能夠保護好人民的個資喔 這是兩個非常棒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當然數位身份證 它事實上是要回應目前已經有的資安風險 目前的資安風險包含說大家要辦很多手續的時候 有事沒事你就會要影印你的紙本身份證 或者甚至用手機拍你的紙本身份證 那意思就是說你本來只是要揭露一小部分你的訊息的 那你就全部都揭露了 尤其是用手機拍身份證證反面的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你現在手機的解析度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用手機拍了解析度非常高的身份證證反面 然後又沒有把一些條碼劃掉的話 那基本上對方用這個來重製出跟你身份證一模一樣的 偽造身份證現在它只要投入一定的成本 就沒有很高的難度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雖然紙本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被這個駭客入侵啊 什麼什麼的狀況 但是它讓社交工程就是其實是駭客最喜歡用的一種做法 變得非常容易 因為現在大家有事沒事都可以問你說 你身份證留在我這邊這個來換什麼入場證啊 或是說你身份證一定要影印一下啊 或是說你如果在遠端的話身份證拍一下給我看啊等等 那這個真的是非常大的風險 這不是開玩笑的 那當然有一個很合理的講法 就是說那我們就乾脆不要有身份證 就身份證完全不能夠用來做身份識別用 這也是一招 那但是實務上面就是你要所有人都改去用自然憑證 改去用電子簽章 它的導入的成本也相當高 而且有活躍的在使用的 你要看活躍定義啊 就是說每年拿出來一次爆水叫不叫活躍呢 那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自然憑證理論上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卡面上沒有任何資訊嘛 那它這個卡體裡面的公開區 也只有你的身份證的後四嘛 所以事實上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它主要就是一個相當於電子簽名的這樣子一個工作 所以它在資安上真的問題是比較小的 而且這個是一般都同意的 但是它就不普及 非常非常的不普及 那所以當然內政部就想出了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叫做買菜送蔥的方法 就是說當你辦下一次的身份證的時候 我把在卡面上面的這些資料 絕大部分都拿掉 好比像說配偶姓名也拿掉 只有有沒有配偶留在上面 為什麼有很多人覺得那個很重要 對 那總之對 或者是你的戶籍地址這個也拿掉 那那個它在那個公開區 只有你是住在哪一個 好像到村裡吧 還是甚至更上面一個的統計區等等 就是說它揭露的資訊 比本來的資本身份證好少非常非常多 那它的公開區的資訊 基本上都是我們覺得 對各自侵害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但是它同時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啟用它的自然評審功能 那也只能插卡 就是不能感應 所以就是你在感應的時候 就是相當於你把公開區的資料 讓對方能夠讀取其中一部分 那你如果是插卡的話 才是你有一個簽章 就是去確保說你有在 進行一個法律上面的一個同意行為 那所以這兩個modality也是分開的 那但是你如果買菜不想送從的話 那你就不要啟用自然評證 那你就再辦一張自然評證就是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目前對於就是 大家都在用相機派身份證 以及影音身份證的一個具體回應 但是當然我們也了解到說 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那你實際製發出來的這一張 到底會不會有很多 就是你現在沒有辦法想到的問題 所以如果去看內政部最新的那個 就是招標案的話 其實整個時程已經有往後 就是年底才會把這個系統做完 就是有這個做完的義務 如果有得標的廠商的話 那在之後就是有一段 比較長的測試期 那大家都可以實際上來看看說 我們在一個小規模的 而且是自願的 來當這個被測試對象的朋友們 能不能夠去找出它的問題來 那找出來的話 不但有賞金獵人的這個賞金 而且你會國際知名之外 那這個換發的節奏也會因為你的貢獻 而有所調整等等 那所以這是目前是一個 比較有點像沙河 Sandbox的這樣一個做法 去在一個有限的自願換領的這一小段 期間裡面 不過說一小段也是有個半年的期間裡面 讓所有的子安界的高手 一起來看說 到底台灣目前的技術 是不是真的能夠保護好人民的個資 所以目前我的想法是說 你如果放在一個真空的地方 說我們到底要不要有身份證字號 說不定我也是站在 應該不要有身份證字號的這邊 但是我們現在並不是在一個 就是tabula rasa 不是在一個從零開始的狀況 是大家都有事沒事都在那邊拍身份證 以及用身份證以本 以及用整張身份證去換入場券 的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資安的風險表面實在 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往這個稍微回收一點 但是當然我理解到也沒有到很多 就是很有理想性的朋友們 覺得應該要回收到那麼多的情況 這個也是完全尊重也完全同意的 那有12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大學是高等教育的機構 但是內部有一些組織 仍處於非常傳統和不便的經營方式 話比上台大的合作社 就看不到台南女中合作社的車尾燈 不過全台灣的原生社 到底有幾個可以看得到台南女中合作社的車尾燈 想請問委員以政府的角度 是否可以在不違背大學自治的原則下 要求或獎勵大學對於合作社 對於宿舍對於餐廳的經營 能夠更加數位化 能夠更加便利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對其實當然合作運動一直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大家對於合作社的想像 很多是停留在消合社的狀態 因為大家在小學的時候可能都 不對 各位很年輕 說明小學的時候消費合作社早就沒有了 在我們那個年代的小學是有消費合作社的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理解一些關於合作社的事情 但是我們除了交納十塊錢的股心之外 好像也沒有真的參與什麼會員大會或者決策 那所以合作社的民主精神其實真的能交到嗎 非常的令人存疑 我說在小學階段至少依我自己的經驗 那但是長大的時候當然有時候會碰到信用合作社 那但是大概就這樣了 就是說大家對合作社的想像是 有點被消合社跟信合社所局限 但是其實現在社區合作社 尤其2015年合作社法修法之後 它就像公司你可以填Z9999 就是你什麼東西都想做了 那所以農業合作社 利用合作社 勞動合作社 生產合作社等等各種各樣的東西 如住宅共用合作社 就是如雨後春筍一般的不斷地冒出來 那所以在大學裡面很充分地去運用 新的合作社法的這樣子的精神的情況 確實是一塊藍海 就是說很少人真的這樣子做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獎勵的 那我也有跟和團司的朋友們合作 那和團司的朋友們也正在提一個 新的中長城計畫 去確保說合作運動可以是他自己 而不是一直都要被變成是有社會目的的盈利組織 還是說碰巧會賺錢的非營利組織 就是他一直是卡在那個PO NPO的那個 就是二元論裡面 有點像我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如果去一個這個國家入境 他要我選我是黑人還是白人 我不知道選哪一個 的那樣子的情況 而是說他可以 就以合作社論合作社 合作組織本身就是合作 就像儲蓄互助社他們的那個口號嘛 就是說不是營利不是公益而是服務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我覺得是非常能夠 扣合大學的這個精神 那我們也看到說 在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社創平台 就是SI的這個平台裡面 來登記的合作組織最近就開始越來越多 而且也都開始對於永續發展 有他們自己的論述 就是說不是只是對於社員有好處 也是對於他們所在的社區的經濟環境 或者是社會有好處 那甚至也有大專院校這個類別開始出現了 那不過呢 你看目前還是空的 所以就是在等待各位 事實上有一個財團法人 他是就是文化大學後面的那個 我一直忘記他的名字真的很抱歉 華岡的那個財團法人 那他就是說文大師 我們這個財團法人所辦的一家社會創新組織 那他也有他的永續發展目標 他也有他的影響評估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那當然私校他做決定比較快 所以董事會同意就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也很鼓勵 就是公立學校的合作社或者宿舍或者餐廳 也去看一下我們社創平台這樣子 來對啊 現場提問永遠都 比較有這個優先順序 來 大家到哪 其實他會有點好 我想請問您對素養的看法是什麼 跟對現在的青年您那麼有素養嗎 謝謝 謝謝 我想博恩夜秀那集 可能有一些朋友有看過 就是素養對我來講就是competence 那competence他講的就是說 一個人在內在累積而不是靠外在肯定 或靠外在的排名的那個能力 那我們在國教裡面現在是把它界定稱 自發互動共好嘛 三種核心素養 那自發就是說自己找到問題 並且是由你的好奇心 而不是外面的一些成績所驅動去進行學習 那互動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去結合各種不同領域不同專長 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觀的朋友們 但是願意跟他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執著在你自己的這個過程裡面 那第三個就是說 除了跟不同領域的朋友們互動之外 所謂共好就是說這個過程裡面 你也願意稍微去溝通你自己的價值 然後達到一個共同的價值 也就是說最後做出來的東西 不是只對你好的 而是也是對參與你的活動的所有人好的 那但是對他們來講好的事情 跟對你好的事情說不定還有所衝突 所以怎麼樣調和這些衝突 變成到最後大家都能夠認同說 好那這個we can live with 就是這個對我們來講都不壞 的這樣子一種能力就是共好的這個能力 那所以自發互動共好這三種素養 我覺得當然大家都有啊 可以說是生而有之的東西 只是說大家有沒有在社會化好的過程裡面 被那種就是剛剛講的聖學主義啊 或者是說競爭人跟人之間的排名啊 或者是一些完全沒有意義的這些東西 去壓縮掉我們心裡面自發互動共好的空間 不然的話我覺得素養本來就是良食良能 是它與生俱來都有的 只要你不去打壓它這樣 好還有現場問題嗎 來請 你好我來自日本 然後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我之前在 日本的很多媒體看到你 就是跟你們一起報導 然後有一些有名的採訪 是二月份的 然後我想問一下就是在日本現行的 就是日本現行的這個解構下 就是如何去推廣一個 就我們說什麼的IT 就是像IT這裡嗎 因為像我們現在還是非常缺乏這個方面 謝謝 當然我理解我在日本爆紅 其實就是在使用我啦 是一個槓桿啊 就是說來激勵就是日本的大臣們 並不是真的這個對我本身的肯定 這個我想要了解 我就是一個梗而已 那但是我想這裡面有兩個 兩件台灣可以分享的事情 一個就是說我們是 我是叫Digital Minister 是數位政委 不是IT啊 那數位跟IT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其實就可以看我的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在一開始就是入閣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就問說 到底數位跟台灣比較常講的叫做ICT啊 就是資通訊有什麼不一樣 好那我就跟大家解釋說 哦數位跟資通訊不一樣的地方是 資通訊是面對機器的 那數位是面對人的 是面對價值的 那ICT是基礎層 那再數位是應用層 那我們要應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要把這個經濟的價值 環境的價值 社會的價值 透過中間第17項這個數位的 夥伴關係的力量 去把它融合成共同的價值 那以聯合國的講法就是17.18 17.17跟17.6 那當時這個行政院的就是 人事處的朋友們就說 其實因為2015年才推出 永續發展目標嘛 我是2016年入閣 他們就說其實沒有人會背這些東西啦 所以我寫這些數字出來是 跟沒寫一樣啊 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所以後來我就寫了一首詩 來描述說ICT跟Digital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我第一個想分享的 這首詩大概是這樣 當我們看的《機器上新的東西》 我們就講成是《機器上新的東西》 當我們看到《虛擬的現實》 我們就講成是《我們共同的現實》 當我們看到《機器學院》 我們就講成是《合同的學生》 當我們看到的《機器》 我們就講成是《用使用的經驗》 我們就講成是《人治療經驗》 再當我們聽到《一種片子》 讓我們就要記得 這個最大正的就是 我想這個就是 數位跟 ICT 的差別 以及 ICT 怎麼樣過渡到一個 數位的一個思考 這是我的 Job Description 這是第一個要分享的 那第二個是說 我覺得在日本 就像在台灣一樣 有很多的就是古老的文化 那但是在日本的年輕人的 我可能是就是 比較看一些 比較激烈的什麼 就是 2CH 4CH 什麼 Twitter 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說不定 也是 sampling bias 但是從我的印象當中 日本很多年輕人對於 長輩對於 好比像說印章的文化的重視 你要做一個決定 你要蓋很多小的印章 那你要做正式的決定 你要蓋一個很大的印章 等等的這些東西 是採取一個 比較不寬容的一個看法 那但是在台灣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有文化創意的朋友們 他不去否定掉 長輩的這些傳統 但是他也讓數位 也能夠去成形 好比像說台灣有一家新創 做的就是一個 它叫 multi-touch 就是在像我的手機 或者這個平板的表面上面 你可以用刻的 漂漂亮亮的一個章 它看起來就跟一般的大章 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當你蓋在螢幕上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一模一樣的 那個蓋章 出現在你的這個數位的螢幕上面 那所以等於是 它用多點觸控的方式 去把它刻的這個章的花紋 把它轉印到你的螢幕裡面 變成你的電子簽章的一種方法 那所以你一方面照顧到 就是你要看得到摸得到 就是有那個感受到那個木頭的紋理 等等的那個需求 但是二方面它讓電子簽章 變成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它既傳承了就有的文化 但是又有數位的應用 那我第二個分享就是說 希望更多的有創意的年輕人 能夠去用這種就是 transitional form的角度去想事情 而不是說好像去否定掉長輩的文化 然後就一味的追求自己的二次元的文化 那我覺得這樣子也會讓政治的改革 變得比較容易去發明這樣子 謝謝 好 那我們其實還有四分鐘 所以 好 請 喂 好 最後您好 就是你在2017年的時候 有被聯合國邀請成為一個論壇 那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或者說你是怎麼到過台灣這個限制 然後進到那樣的場合去發亮的 謝謝 我一天到晚都這樣 只是那一場是有直播 所以被媒體發現了 就是這樣而已啊 對我來講 因為我調時差很慢 所以就是只要能夠讓我不要飛飛機 你用機器人用網紗投影 用就是一般的video conference 或者是甚至用VR 我都非常的願意 因為對我來講 我set up 這些東西雖然很花時間 而且事實上器材也很貴 但是你買了一次之後就可以用很多次 而每一個器材雖然貴 比起飛到那邊去的飛機來講 都就是不算什麼錢啊 對 那而且我還可以說 我沒有造成碳排放對不對 所以就從各種各樣的角度來看 都是 it's a better deal 就是對我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那所以其實我非常習慣這樣子參加國際的會議 那在那一場應該是日內晚嘛 你講的是IGF的那一場 其實它就是一個多邊組織 就是聯合國 跟多方厲害關係人組織 就是IGF的共同舉辦 所以雖然它場地在聯合國 但它的規則是一個多方厲害關係人組織 就是任何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有發言權的這樣一種組織 那我們最近在國組上面也稍微有一些改變這個策略 像我昨天才在OGP就是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的一個Panel 那也是那個字幕也是打這個Audrey Tang Via Link 就是我是用Skype去播到人家Zoom系統裡面 為什麼因為我們禁用Zoom了嗎 但是anyway就是Audrey Tang Via Link 然後都號Government of Taiwan 那也是權嫌這樣子出來 也沒有任何矮化的問題 事實上也不可能矮化 因為你在那個就是YouTube直播裡面 每個人那個方框大小是一樣的 它不像你在一般這個國組的座位 你要分這個會員國席啊 這個觀察員席啊 媒體席啊什麼東西 你任何人到這個YouTube上面 每個人的臉都一樣大 所以這個情況下你也沒有被矮化的可能 每個人就是他不是代表誰嗎 他就是re-present 他就是他自己的在線而已 那所以這個在線的概念就是 re-present而不是re-present 的這件事情是一切的基礎 就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並不是代表各位說話 雖然各位有付稅金給我 我只是以一個就是Digital Minister 這時候就是小寫了 就是說倡議數位的一個Minister 步道者 傳道人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在跟大家做一些經驗上面的分享 所以IGF那位主席才說 就是We're not talking about politics We're talking about policy 我們是在做政策的討論 我們不是在做政治的討論 那事實上那一場你也可以看到說 他們的就是駐聯的那邊的就是長代或代表 他沒有離席 那他沒有離席是非常有象徵意義的 表示他並沒有覺得某一號決議有被破壞 他沒有覺得造成一個兩個中國的情況 因為如果他認為是兩個中國的情況 而他趕不走我們他就得走了 那這是國際上面一個慣例 但他最後留下來 其實停到最後 所以意思就是說 從國主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就相當於他在放一個台灣導演拍的電影 事實上他也是台灣導演拍的電影 沒有錯 只一秒鐘前才拍的 所以就是說 re-presentation並不re-presentative 但是我講的每一句話 都寫到正式的會議記錄裡 那所以這個可以說是一個 也是一個數位創新吧 就是大家就發現說 當你進入這個數位的世界的時候 你重置這樣子的大家的影像啊等等這些東西 當我都說我拋棄一條著作 全任何人都可以重置等等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很難再用傳統的那種 國族的代表性的方式來制約它 你就只能說 那我們有沒有照顧到意見的多元性啊 這個沒有數位 就是禁用權的朋友怎麼辦啊等等 那是一場完全不同的討論 而不是說到底誰有代表性的這樣子一種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就是多方厲害關係人組織網路治理 本來就習以為常這個邏輯 開始往多邊的這邊去push 不是被多邊的組織收編 而是多邊的組織發現說 當你在討論一些特定的 不管國家主權邊界的議題 好比像說網路治理假訊息等等 或者是說好比像說氣候變遷 因為二氧化碳也不會尊重你的國界嘛 那或者是說也不會 同樣不會尊重你的國界的病毒啊 等等的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傳統的這種多邊主義 就真的用處非常的有限 那這個時候就是我們這些多方厲害的關係人 可以非常有效的顛覆他們 那到最後也不是顛覆的 我們就是有一個新的系統 那大家就要來學習這套新的系統的這個做法 所以之後其實我用這樣的方式非常非常常出席 在全世界的各個駐外管處都知道說 你要召喚唐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只要去租個iPad 然後跟一個夾具夾在一個會轉的椅子上面 然後瞬間我就跑到這台椅子上面了 那我們的就是住處的人員還不用去機場接機啊 那然後他只要這個希望我聽哪一位朋友演講 他就把這個椅子轉到那個人的方向 我就不會有一種好像很失禮的這種感覺 那所有的這個器材都是當地現成就可以租賓到的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變成一種常態 只是說我們不會大聲嚷嚷 那也因為他們不把這個界定成兩個中國 那所以他們也不會大聲嚷嚷 只是這樣子而已 好 我們時間是不是剛好 那我們時間就到這個結束 好 那我們就非常感謝那個唐鳳各位今天來這裡 分享了這麼多東西 不管是從那個現場提供 或者是說到那個網路上的東西 對 所以我想就是說各位如果說 對於今天的東西呢 你有一些看法或者是看法 你也可以到我們那個主席桌的網站上面去網路觀看 因為那語速真的很快 OK 那我們在這裡發生歡迎 打掌呢 謝謝 謝謝